可是譬如說像我的話 我就會 比如我問其他男魔術師 他們都會非常願意的 請郎享受 對 就會交流 或是教我甚至幫我做造劇這樣子 全新的一個單元 第一集就是女魔術師 好的 歡迎收看魔術Channel 我是David 今天呢 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魔術會客室 這個呢 是全新的單元呢 我會邀請不同的知名魔術師 來掌握這個單元 然後會訪談他一些問題 然後你們也可以投稿在下面一些問題 然後他也會變魔術 給我們看 或是想看誰來上 沒錯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哇 太棒了 全新的一個單元 這個idea呢 是我媽媽 我母親 跟我說 你認識那麼多魔術師 為何不就 把魔術這份工作交給他們呢 好聰明啊 然後之後 慢慢也解封了 可以去國外了 對不對 也要做外語語科幣了 Pick 你可以幫我講一些英文翻譯 西班牙文 好 好 今天的來賓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mi Yumi 哇賽 這個女魔術師都特別漂亮 第一集就是女魔術師 我們是網友 對 網友 沒有見過面嗎 出界面網友 可能在一些魔術大會上 可能有插聲而過 對 但沒有特別的就是約出來 是什麼時候對魔術產生興趣的 產生興趣喔 當然是 有帥哥變魔術給我看的事 欸 欸 居然是先看魔術 也沒有 其實一開始應該算是 我在電視上看到一位 日本的魔術師叫做Zero 他那時候有那個魔術節目嘛 然後我看到就覺得 欸 怎麼 他表演起來就是這麼有魅力 然後表演的東西都很神奇 然後後來就開始follow 其他有什麼魔術師 反而是 台灣的魔術師我可能還比較不知道 我第一個知道的魔術師是他這樣子 那你當時是什麼管道 那時候的管道很少 一開始 因為我從小就其實都蠻有表演慾的 就比較三八 就是很敢於在舞台上唱唱跳跳啊 什麼的 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是表演特技的 他有一次要上綜藝節目 他是做一些才藝表演 那他就說 欸 他這次想要特別 因為他上過一次了 他第二次想要用魔術的方式 把它變出來 之後 他再繼續他的特技表演 就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跟他配合 用一個大型的箱子把它變出來 那是我第一次上節目 對 然後那時候 他的經紀人就覺得說 欸 我第一次上節目 然後 颱風不錯 對對對 就想說 欸 問我有沒有 有沒有興趣 要當職業的表演者 這樣子 就被嚮中 這樣子 喔 然後就開始學魔術了 所以你不是 因為現在他是從小時候就學魔術嗎 因為蠻多人都是從 比如說大學有社團啊 有高中社團 或者是從小就喜歡 但我的方式好像是比較 從節目開始 從節目開始 就是每一樣表演我都覺得 我都喜歡 可是 可是沒有特別學過 也沒有耶 我沒有特別去學 天復型選手啦 對 其實有天分 因為女生比較少 那可能會比較 特別或是像這樣 那實際上有嗎 會 會耶 會 比方說 我們先講 在學習的過程中好了 像譬如你們男生跟男生之間 不管你跟他熟與不熟 你問他說 欸這個怎麼做的 他不見得會教你 或者是會留一把 對不對 會 會嗎 會 會 因為講了講了 說你都沒有全部加白色課對不對 有 白色課 有啦 有啦 因為有時候男生會覺得說 欸我這樣講好像就 好像就沒那麼帥啊 不會啦 很那麼強對不對 所以他就有點保 又說保留 對 可是譬如說像我的話 我就會 比如我問其他男魔術師 他們都會非常願意的 請男相送 對 就會交流 甚至幫我做道具這樣子 像譬如說 像那個 Seven他住台中嘛 他是我想說找他很近 因為我跟他也蠻認識很久 蠻熟的 我就說 欸Seven 就是我買了一個新道具耶 你要看嗎 然後他說好啊 然後我趕快就買個咖啡去 我說 這咖啡給你喝 你看完喔 你會嗎 你覺得要怎麼弄比較好 然後他說好 他就開始教我了這樣 而且男生你會覺得說 就是他充滿了被信任感 然後他有東西可以交給你 然後他好像很厲害的那個感覺 然後又交一個漂亮亮的心情也很好 來要學什麼東西 我那邊 真的嗎 成為魔術師這件事情 最起碼你要很 勇於面對人類 對 對 因為他也會教我魔術 可是我就很避俗 我就覺得他變得好爛 我不要 我們是 有些魔術師是那種 學了新魔術會很興奮 然後有時候興奮到你忘記 還沒練習好 就去變給朋友看 我之前的經紀公司 就是給我們一個功課 他就是說 你要當表演神魔術師 你就是要勇於站在別人面前 跟人家對談嘛 就是你要有那個勇氣 就像你剛講的 把我們放到商圈 然後叫我們拿那個攝影機錄 他說你就是今天的功課 就是找20個人變給他們看 哇賽 街頭魔術 對街頭魔術 那又功課 這算功課 功課 就每個禮拜要有一次這個東西 這樣讓 訓練膽量 因為你變給朋友看 你就會放鬆 變不好的關係 可是你變給路人看 你就會說不行 我一定要成功 就是還是有訓練到這樣 這個問題很有趣喔 魔術師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魔術的生涯中表演中 有沒有正式的表演失守過 失守過 我有喔 那你要先講嗎 有一次是在大學的時候表演給一位非常嚴厲的老師 然後呢 我在驗搜的時候 我是有一個演桌 就是放一個小桌子上面很多魔術道具這樣 等一下準備要拿的 然後就演差不多一分鐘 然後那個他自己腳斷這樣 桌子就這樣倒下來然後所有的道具 等一下接下來五分鐘的道具 刷 這樣子撒出去 哇 那時候真的直接認住 然後大概 可是我大概認了個3到5秒 頭馬燈都出現了嗎 對 那是頭馬燈是差不多一年了吧 剛好那時候我的角色是演一個小丑 就在那邊 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倒了呢 然後過去然後把東西這樣撿起來演 那女魔術有沒有發現你 當然是 大家以為眼睛都看得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要考驗那個魔術師的反應能力 對 因為像我們平常在練習的過程中 你就要預想到 萬一我失誤的話 我要怎麼plan A plan B 這樣 啊 對 比如說我們可能舞台魔術好了 可能絲巾或是什麼東西 我們可能會有時候會耍帥 要拋一下再接 可是萬一它掉下來怎麼辦 然後你就要去模擬 萬一它掉下來你要用什麼方式去化解它 就是我們 一個背個案 對 我們比如說一套五分鐘的舞台秀好了 我們各種環節都會 都會設想說 萬一它失誤了失敗了 掉了什麼怎麼辦 都會有個plan B 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還是可能 快點回容這樣子 回容 對 因為那時候我本來有一個盒子 也是舞台魔術嘛 那個盒子是 我本來可能要在表演的當中 它可能就會有火出現 但是我要表演的時候 欸 它不出現了 然後我想說好吧 它可能 可能我沒有setting好這樣 我就把它放回去 然後繼續表演別的 後來整個演完之後 我到後台 因為助理把我東西收收收收收收收到後台 我就想說 我就拿那一盒想說奇怪 為什麼它沒有 火沒有出來呢 我在看的時候 就突然 砰 外面的那個瀏海 就超小的 全部都燒掉了 好可怕啊 然後我臉整個全部都是紅的 然後我就 大叫 跳到外面舞台 主持人說 剛剛發生什麼命案嗎 然後我先冰敷 然後就趕快去 去診所這樣子 哇 這個很驚險欸 這個 所以無數表演還滿危險的 對 就是有時候會發生危險 比如像表演大道具的時候也會啊 因為我們 因為男生可能就是穿正常皮鞋 或是布鞋 挑上挑下還好 可是我們女生是 通常會穿高跟鞋 然後我常常就是 也是背會整個這樣 比如跳太快 然後背就整個 刮 然後後面就一道鞋這樣子 對 然後常常膝蓋哪裡都是傷啊什麼的 這這個也是啊 這個疤 好可怕喔 所以那個道具設計師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 對 王重源 對裡面喔 那個助理要 一些東西可能要保護一下 不會刮到 不然就要最後一題囉 對未來有什麼規劃 這樣 那無聊問題 對啊 無聊問題 我的夢想就是不用工作啊 這樣 那妳最近在幹嘛 最近就 就是 當網美 沒有就是拍拍影片拍拍照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接商演的話 也是會接 對 只是因為現在疫情就是沒有之前那麼多 所以重心就會比較放在經營社群平台上面 這樣子 好的 好的 再來就到今天非常開心的環節 要準備看魔術了 我們今天算第一次見面嘛 對 第一次見面 是人家我說欸我叫Yumi 就蛤 Yuni還是Yuki 還是永遠都搞不清楚我到底叫什麼這樣 對 所以我接下來可能要做一個就是 你會記得我的 的一個魔術這樣子 請你把手這樣看看 好這樣面對我 好然後蓋起來 好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 嗯好手很美 好數到三呢 就把它變成石頭的形狀 好一二三 接下來呢來看一下 這裡呢我手上 打一個叉叉 對 有看到嗎 有 好 像這樣子喔 我把這個叉叉 它是我手上的一個記號對不對 對 把它 拿起來 像這樣 還不見了 丟到你的手上 有沒有覺得有一個重量的感覺 好像 好像有什麼 好 數到三呢把它打開來 好 一二三 欸 欸 欸 我手裡面有一個叉叉 我還可以玩 好 謝謝Yumi來我們這個單元 謝謝她 耶 如果還想要看哪一位魔術師來這個單元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想要看哪一位魔術 也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好 記得訂閱我們的Yumi Yumi 那我是Shine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